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梦想剧场 任佳伦最近已经进组南平满改剧舞更迹 这部剧的演员阵容很强大 集结了寒动 颜宽 蒋星等实力派演员 女主师和任佳伦二搭的行飞 最近有一些放拍图和路透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是一套铠甲骑马的造型 和动漫里的区别有点大 铠甲的质感还不错 造型师给任佳伦加了一条墨额 或许是为了突出他王子的身份 铠甲后面还有蓝色的披风 看起来贵气十足 马也有铠甲的元素 细看的图颜值也在线 铠甲的质感做得不错 看来这部剧是有钱的皇威 任佳伦主演的古装剧 似乎造型都挺不错的 任佳伦的周生辰 洛颜也有铠甲造型 但很容易区别 发型也有改变 周生辰的是深沉的黑色 他稳重的性格一样 武庚前后期性格有所转变 骨子里还是个极傲的小王子 矿场造型 前面还是精致的王子 下一秒就变成了矿场打工人 这个造型拍摄的戏份 应该是武庚和白仔 去北山矿场挖矿的时候 动漫里武庚更惨 刚刚去矿场的时候 上半身都没衣服 剧版两位主角 以鸟变乐破 像个脏脏包 穿着粗布麻衣 看起来很接地气 北山矿场是武庚 季前期重要的故事场景 白菜和武庚在这里感情升温 他们还遇到了李静和福西 武庚开启了升级之路 北山矿场的人要天天挖血石 提供给天赋活爱人白龙 是一个进去救出不来的可怕之地 但是剧版的演员表里面 没有看到大反派天的名字 不知道是否删除了 北山矿场的主人是李静 剧版名字改成了陈静 尤寒弄饰演 李静虽然是人族 但是实力非常强大 甚至可以和神族高手一战 曾经两次战胜了神族的鬼木 对武庚有过照顾 为了儿子的安全 才去服于神族 后来在武庚的劝说下 李静参与对抗神族 战胜结束后移民民族城邦 成为了大富豪 有不错的结局 目前武庚记的电视剧 开拍还没有多久 主要是男女主的戏份 其他重要的配角 随着项目的推进 后面也会一一登场 希望早点看到顶庄罩 很期待阎官寒动 讲新这些颜值演技 俱佳的实力派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